今天我又乘港鐵來到石門站 其實石門站我很多時都跟太太來這裡吃東西 在上一年就拍過兩條片 一個就是韓式燒烤任食四小時 另外一條就是殺你 就是意粉煮到燜的那條 很多留言都告訴我 這個商場經過疫情的關係 裡面的商店有很大的改變 不如我今天就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商場裡面現在有什麼改變了 進來這間快餐店仍然存在 大中花的東西就永遠都在這裡 看看水牌 飲食 這裡飲食很多的 看看湯和薩利亞還有一間酒樓 還有很多小小間的食肆 教育 這裡很多教育中心 竹棋也有 真厲害 巴黎姆也屬於教育 現在做家長 網子成龍真厲害 健康與個人護理 一看水牌 中醫就較為多 有一些名字是做什麼的呢 我相信也是護理 待會兒去看看 生活 其實生活就包含了很多東西 賣鞋也是生活 剪髮也是生活 賣茶葉也是生活 地產也是生活 咦 不過這裡有 沙田智能身份證 換領中心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 這條行真的多人 我們慢慢走進去看看 看到一間 士多的店 賣薯片 奶 牙膏 真是生活 不過在商場看到一間 這樣的店 真是特別 買少見少 原來它是什麼零售批發的 看見到了 沙田智能身份證 換領中心 原來在商場地下的後面 這裡走出去也是港鐵站的出口 看看 這裡就是換領中心 在地下的商場的最後面 順著的路走出來 就看到這間 東華三院的中醫診所 認得的方向 這裡就是 又出回來水扒這裡 其實這裡可以馬上去一樓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入口 過來這邊看看 看見到這兩個椅子 我看著這幾張床 原來這裡可以按腳的 嘩 這長者也只有一百多元 先安裝一下 這個先看看 讓我安裝一下 這些就是腳的月位 我回去 都自己和自己按下 就節省了百多元 嘩 有小尿的嗎 安裝一下 什麼環境 咦 都知道OK 我有機會都來一下 坐著自動電梯上去一樓 先 這個螢光幕很大 有小朋友在這裡跳繩 又報告新聞 幾特別 旁邊是擺走的 OK 上一樓看看 現在一樓的情況是怎樣 咦 這裡有一間烘焙店 做蛋糕 蛋糕帽 甜品 那些奶油 可以來這裡炒一炒 看看有沒有 在一樓這裡 都有一個沙田智能身份證換領中心 不過寫著是 領證處 即是說剛才那裡就是做證 這裡就是領證 裡面不是很多人 大家看到 我先安裝一下 嘩 很稀疏 我想很快就可以拿到證 地上就是申請的 這裡就是拿的 即是要分兩層 很方便 記得上來一樓就是拿證 這裏有幾個花籃 看看 哇 太適合按摩 哎呀 讓我想起去曼谷按摩 看看是否真的太適合 哇 它那幅畫挺漂亮 看看價錢 二百多元就有四十五分鐘按摩 另外那些價錢 從泰國好像 貴了一點點 不過泰國就泰國 哇 隔壁 是什麼 哦 都是那些治療那些 看看有什麼看的 哦 原來有拔罐啊 針灸啊 刮沙的 哦 這裡這麼多這些 OK 哇 大家看到它裡面的環境 拍了給大家看 哇 接著這邊這些就是教育 哇 這裡有個玩玩具的嗎 不是哦 遊樂場來的哦 好像小型麗園那樣 讓我進去看看 哇 讓我進去先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摩天輪呢 不是 有這些很小型的 旋轉木馬 哦 大人可以進來的哦 OK哦 又有波波了 啊 已經開了這麼多這些 我們看看先 看看收多少錢的 就是這樣進來玩 原來一個小孩 乃一個大人 入了會呢 就九十元 沒有入會呢 就要八三元的哦 是每小時計算的 我們要看一個小孩 快點兒 就要玩吧 好幾乎 啊 啊 好幾乎 啊 我 就要玩 又有按摩 看看價錢 這麼多 這間好像比地面貴幾十元 很多按摩 這間的宣傳牌寫著 完美急救量機療程 688 即是白一點 這間就是我上次的薩莉亞意粉片 我就在這裡吃的 挺多人 這些便宜的食物就多人吃 再上二樓看看 這間就是我上次和大家來吃四小時任吃的那間 都是百多元 這裡坐電梯這麼多人排隊 上面是寫字 很多東西買、學習、跳舞、學院 就是這裡 原來這裡健身中心都有 對面這間也是治療、按摩等 就是這一種的 如果你想小朋友學足企 就可以來這裡 這裡原來足企也有得學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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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水果、雞蛋、番薯、雞都可以買 不用去街市 吃麵 還是泰國的薯麵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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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 了 在燈滑 再忌廢 再有 開閉 這個商場當然好好做 真的很多 這個經稅廣場一旗 終於都行完了 裡面很多食肆的 教育中心也有 按摩院線都 如果大家有時間 就可以來到石門站的經稅廣場一旗 對面就是二旗 其實對面還有很多小食 這裏就可以乘車出去你們要去的地方 多謝收看 我先吃一口 好棒啊 我再吃一口